OK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这里是摄影师音乐 那本期呢我们要来聊一款手机云台 就是我手上的这款浩瀚的iSteadyX智能手机云台了 那为什么突然想做这些节目呢 因为在之前有很多小伙伴问我说 就是说他也想做一些节目 做一些内容 问我有哪些比较好的录音路线啊 这些设备可以推荐的 然后呢我一开始给他们推荐的 都是一些比较专业的设备 像加兰的M6啊 松下的GX85啊 这些相机 然后呢还有配套的 比如说碳纤维三角架呀 然后呢相机的云台呀 无线的麦克风啊 这些东西 但是呢我发现这些东西加起来以后 怎么低顶都要投入五六千块钱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我这种推荐方式好像不太对 因为做节目嘛 肯定首先内容是最重要的 然后像画面质量这些 其实是后续锦上添花的一些东西 还有呢就是做节目 做UP主 很多时候都是一种用爱发电的行为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很久的 所以说如果你一旦开始做节目以后 投入了很多金钱进去 后续发现自己不太想做这方面了 不太想做一个UP主做节目了 你要又要把这些设备 在二手卖掉的话 那又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嘛 所以我后来觉得说 怎么样才能以一种便宜的方式 开始一些节目的创作呢 然后我想了想 最便宜的方法肯定是手机加 手机云台的这种形式嘛 因为首先手机每一个人都有 一些主流的手机 它的拍照拍视频的质量 也还是很不错的 那手机云台的价格也不是很高 然后我搜了一下各个购物平台 上面的这些主流的手机云台 现在基本价格都在四五百左右嘛 然后我就在找 有没有更便宜的更便宜的 然后搜啊搜搜啊搜啊搜 我就发现了这款 两百九十九块钱的手机云台 然后我就在想说 两百多块钱的手机云台 能用吗好用吗 那我就想说行 赶紧联系厂家白嫖一个 然后很快啊 厂家就把这个设备给我寄过来了 然后呢到现在 我大概用了半个月左右嘛 感觉用下来 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 轻便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小巧 基本上就是我的一个手的大小 然后呢它自重只有两百五十九克 很轻 所以我经常把它放在口袋中 随身携带 想到拍什么的时候 就马上拿出来 架上手机可以马上拍 然后我看一下说明书上 它的沉重是两百八十克 现在一些主流手机 基本上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接下去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手机云台怎么使用吧 以及它在使用过程中 一些我觉得不错的点 或者看我这期节目呢 你就能知道 这个两百多块钱的手机呢 它到底适不适合 日常的使用 以及up主的一些轻壮作了 行 那我们开始吧 那因为它是一个折叠的云台嘛 所以首先呢 我们要给它折叠打开 选景对应的旋钮 然后呢 根据上面的箭头指示 把手机安装上去 因为这个云台它没有调平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们只要把手机安装到正中间就好了 左右居中 上下 也要居中 然后再开机 那这样一个云台 它就安装好了 然后呢 我们下载这个云台对应的一个app 然后这个app安装好以后呢 我们打开 那初次使用呢 要进行蓝牙的连接 那我已经连接好了 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app的界面 那左侧呢 是它的一些基本的设置 包括工作的模式啊 稳定的风格啊 是楼顺的跟随呢 还是急速的甩头跟随呢 电击的响应速度呢 那它右侧呢 就是一些拍摄的基本功能了 包括慢动作 严实摄影 拍照 录像 还有最右上角呢 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比较炫酷的一些功能 像盗梦空间啊 大家选择好角度以后呢 就可以拍摄一段旋转的这种画面 还有稀稀柯柯啊 我感觉稀稀柯柯比较适合在一些惊悚片 恐怖片中使用表现人物 这个精神的突然的变化 还有像梦幻的旋转啊 还有我个人最喜欢的 智能移动延迟摄影 因为我经常出门拍摄一些风景嘛 所以这个功能对我来说 还是非常管用的 那我们在这个APP里面 选择这个功能 然后选择好时长 选择好旋转的角度以后呢 点击开始 这次呢就会自动旋转 开始拍摄一系列的照片 然后给它拼合成一张 延迟的视频画面 就像全景环拍啊 基本上都是比较实用的功能吧 当然它还有一些基本的滤镜可以选择 如果你想要你的视频照片指出的话呢 也可以选择这些滤镜的功能 但是因为我比较喜欢 把视频和照片进行后期处理嘛 所以对我来说呢 我基本上都是选择原图这个状态的 还有手势识别的功能 这个比较适合在自拍的时候来进行使用啊 还有比较有用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智能跟随模式 我们可以选择人脸跟随 这样呢你在自拍进行录制的时候呢 可以跟随到自己的人的脸上 或者呢你在拍摄小姐姐啊 或者模特的时候呢 可以跟踪模特的人脸来进行识别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 当然还有它的兄弟就是物体跟随 你可以选框选中物体以后呢 让这个相机的云台跟踪这个物体来进行旋转 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有用的两点吧 那以上就是这款智能手机云台的使用方法和一些要点介绍了 大家觉得它如何呢 值不值得这299块钱的价格呢 不妨在评论区里和弹幕里告诉我吧 它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 就是它其实没电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的 我发现就是当它没电以后 你可以把各个关节给它锁紧 然后呢它就变成了一款手机的三脚架了 拍照啊自拍也都是不错的 我觉得这还是设计上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那行这里是摄影师一面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不要忘了关注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小样之后 啊 那陈子 我们下期盒 鞭 重 是 感谢观看